产业人物关心产业动态 今天来到了Computex的展览场上 英飞宁这家公司来自欧洲 但是对全世界的半导体产业来讲 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今年在2019的Computex大展 到底有什么创新的应用推出来呢 我们就邀请到了英飞宁大中华区 负责媒体关系的刘景 来为我们做介绍 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英飞宁的展台 那今年英飞宁展台的主题 是智慧未来 因为我们相信在未来 人们将驾驶着智能汽车 穿越智能的城市 到达智慧工厂和机器人进行协作 然后最后回到家里面 享受智能家居的一个便利 那未来的生活长成什么样子呢 那我们现在来一一介绍 好的 那其实在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间 我们相信路灯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所在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展示的一款 就是英飞宁的一个智能路灯 那这个路灯的神奇之处在哪里呢 就第一 路灯的它的功能是照明 它这个照明它是可以根据 那个实时的交通来控制 这个照明的这个能源 所以非常的节能 这个照明的功能以外 它其实还能做空气的监测 对 同时它能够给电动车充电 在将来给电动车充电 那这些数据呢 它都会反映到云端 那当然因为英飞宁的这个安全芯片 所以所有的数据都是非常的安全 如果我们继续往下走的话 那我们来到了这个智慧电网 英飞宁的产品能够覆盖我们 智慧电网的每个环节 从发电到输电到家里的耗电 用更少的能源达到更多的目的 是 就是Efficiency比较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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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 你们在电源管里真的是做得很强 是 是 是 那其实这里给大家也做一个非常形象的展示 如果我们来看到按到每一个这个按钮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在城市中间哪个部分的一个具体的应用 是 那我给大家 譬如说 Charger 我们看到这个是书店 所以这个书店的话是在电网 然后在用到的就是这几款亮灯的英飞宁的产品 所以那几个按钮表现的都是你们的应用 是 然后我们的产品在这个城市中间的一个应用 OK OK 是 包括 High Speed Riders 我们现在来到智能家居这个地方叫环境存在的感测 那大家现在发现下面这条光带没有 它其实这个是一个雷达的技术 那在人在走的过程中间 其实它会感测到你的一个存在 那这个应用以后会在哪里呢 比如说你在家里面 你走到沙发 在旁边你想看书的时候 也许旁边的那个台灯会自动的点亮 对 或者是你在洗手间的时候 你在马桶前面 马桶盖可以自动打开 所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非常多的便利 好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红色说明它在侦测我的这个距离 然后我快到达的时候 它的这个灯会变成绿 可能因为有两 这个灯会变成绿色 它就是一个启动的概念 是 是 好 那然后你现在在你我的右手边呢 大家看到没有 这个是可以来测量你的心跳和呼吸的 然后你要不要坐上这个 区域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是吗 好 是 非接触式的 非接触式的 所以就是心跳 是你一分钟呼吸的次数 一分钟呼吸几次 一般正常的大概是十四十五次 十四十五次就正常的 那心跳呢 心跳也是大概七十几万 你是正常的 所以我也是正常的 对啊 所以非接触式的一个安全监控的意思吧 对 那个健康 对 就是说比如说老人照顾啊 对 不需要人在家 你就不需要带一个手环 就不需要让他感觉到不舒服 对 随时都可以接触得到 是 或者是有另外 那它会用在什么样的一个器材上面呢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一个 你是一个组织对吗 对一个组织 OK 这个组织的话 就看 雷达波 你发射出来 哦 它打出雷达波来 对 然后去争测你胸腔的位置 然后再换成成心跳 OK 这个挺好的 对于居家安的照顾 对 这个对老人的一个看护 或者是婴儿 婴儿也是 婴儿也是 所以这个也是印证了 婴飞灵的一个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生活更加的便利 是 好的 这个很棒 那大家现在跟着我的脚步 如果来到这个区域的话呢 给大家展示一款非常非常厉害的手机 那这个手机的厉害就是在哪里呢 因为它 目前它还没有在台湾上市 但是会在几个月之后 就会在台湾推出 那这个手机的话 它用的是婴飞灵的 TOF的一个最新的技术 我们说这个TOF是下一代的 最牛的成像技术 最牛的 对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款手机 我们说TOF技术 它的厉害之处在哪里呢 因为它不同于现在的成像技术 它是下一代的成像技术 它能够3D成像 那大家可以看到3D成像的话 它能够让我们这个人脸识别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安全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3D成像技术 它的一个功能好处是 它可以让我进行一个手势控制 所以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方便 不需要接触屏幕 也能够对我们的手机进行一个控制 那最后呢 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个 比较完整的智能家居的一个模型 那智能家居它的这个智能之处在哪里 现在这个模型其实可以告诉大家 在主人进到这个房子的区域的时候 车库可以自动打开 那我们把车停好之后呢 在主人进门之后 大家看到没有 开灯 里面的音乐 空调的控制和这个灯光的控制 其实可以根据主人的一个喜好 来进行一个调节 那大家看到这个卧室呢 大家看一下下面的变化 因为我的窗户打开的时候 它的气压会发生变化 所以这是一个气压感测器 是 没错 没错 然后大家看到 这其实就是一个物联网时代 在智能家居中的一个体现 那物联网时代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对于数据安全的一个保护 所以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Infinite能够让你的生活 更加安全便利还有环保 安全放在第一位 是 非常重要 好的 谢谢刘景你为我们介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Infinite的展台 谢谢 好 产业人物关心产业动态 我是竹笔王立娟 我们下一回再会咯 谢谢大家来看看 谢谢大家来说 太阳蜜人物关心产业动态 感谢观看